为了推展花莲县水环境巡守队横向的连结 凝聚未来特色发展的共识 花莲县环保局在一元度假村办理了 109年度花莲县水环境巡守队成果发表会 邀请了花莲县19队的水环境巡守志工代表来参与 为了推展花莲县水环境巡守横向连结 凝聚未来特色发展的共识 花莲县环境保部及并且在一元度假村办理了109年度 花莲县水环境巡守队成果发表会 会中邀请了19队环境巡守队资工代表了60个人 以及在场的规律门利领参加 希望透过民间以及机关团体联盟的机制 加速提升辖内河川的水质 以达到环境于河环境于海的梦想 因为这是大家的伙伴 我们这是伙伴 所以我想一些实在登记和广望 我们学校进去都不懂在性参地区 每一次再办性参地区 我工作上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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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不用任何工作 都是陪党官在那边议职一下 可以知道像个人 角度放放非常地不用心 可是我退去以后加入我们的努力机 第一次去談 我自己在忍不透 等於在酒瓶今天立進談 非常正式在見他一個多老婆 那我發現真的是公務門講教 到了那種辛苦 辛辣 跟一些發新的 各二伴發新的經驗 真的非常感動 所以我今天就把他們的直接來當戲演講 所以我看到你們很高興 那你因為這一個月的職勢接助 我們去找一個工作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他借這個機會 我真的要討論 那我們給你的公務門 我也非常地借助我們兩天 我們給兩天一個打招 今天他帶我們表演去學校 就真的是 帶著有真有色 這個大概都看得到 包括我們上次在當徐宝也都看得到 他至於這次服務門訓練習的認證 這一段的工具 非常不明顯 非常不明顯 是以培辦所的角度來跟周圍一起成長 所以很不容易 大家也知道體理的工作非常不少 他也不是只做我們練習的這項技術 他能夠把大家照顧得那麼好 然後他們也少不肯定了 也真的要非常適合 截至末期為止 花林縣已經培育了19隊 494位水環境巡守隊職工 透過水環境巡守隊 自主巡檢 維護 共計服務 10382小時 清除了9隊以上的垃圾量 且高達271位職工 取得容易可出容 花林縣環境保護局 感謝水環境巡守隊 秉持著無私奉獻精神 任养巡檢 花林縣河川 濕地及海洋 透過這次會有錢 環保局副局長 姚瑞玲親自頒發 感謝賺給各隊 感謝大家 為花林整體環境更加親近 更加美好 環保局副局長姚瑞昭雯表示 希望透過水環境巡守隊 參加結合 跨局處 以及掛科室合作 可以讓水環境所護網更加密集 污染源跑不掉 朝向縣長 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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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親近的市政指標邁進 記得追蹤首席小道